Hey guys,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台手持穩定器 那麼我自己大約使用過三到五種的手持穩定器 從比較高載重量的專業等級的像是 Ronin M 到比較小型的適合單眼或微單的手持穩定器 那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台 我自己覺得是最適合旅遊創作者的 Kai Toh, 我知道我的開頭講的有點誇張 但是我真心的覺得志云的這台WeBall S 是旅遊拍攝最理想的手持穩定器 那麼接下來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五個原因 為什麼我覺得它這麼適合旅遊創作者 那麼我們就先從第一個開始 它的體積小,重量輕 它所佔的面積大約一張A4值的大小 再來它的重量不重剛好落在一公斤以下 所以不管是放在攝影包背帶著 或者實際在運鏡操作的時候 都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我們的負擔減少 特別像是如果你跟 Ronin S 或者志云的 Crane 2 去做比較 你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的重量真的輕很多 那麼它的重量可以這麼輕 其實跟它製成所使用到的材料 有蠻大的關聯性 它雲台本身是使用鋁合金製成的 但是雲台以下的部分 是使用某種強化塑料 結合鋁合金製成的 雖然可能會覺得有一種塑膠感 但是我近期旅遊的時候 有把它攜帶出去 放在我的攝影包當中 正常的碰撞 都沒有任何損傷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它製成的材料 應該是相當堅固的 再來第二個原因 高載重量 穩定器的載重量其實非常的重要 基本上高載重量的穩定器 通常都有強力馬達 而這一台官方表示 可以搭載Sony A73配2470 G Master的鏡頭 這樣子的一個超級組合 那麼像是我只是搭載Sony A6500 以及一些輕量的定交鏡 拍攝起來都非常的穩定 第三個原因 快拆座的設計 它的快拆底座的設計是兩用型的 可以同時相容Manfrotto跟Arca Swiss的快拆座 對於需要經常換架設的創作者來說 是非常方便的 再來 它的快拆底座的安裝方式 又設計得比以往更容易操作了 是一個簡易的槓桿鎖 可以更容易又快速的去做拆裝 第四個原因 它的設定介面 至於Webull S 終於在握把的設定介面 釋出可以調整穩定器的馬達參數 以往如果想要調整這些參數 一定要進到手機的App 而App有的時候會有BUG 造成沒有儲存到調整的參數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 我們臨時更換鏡頭的時候 相機的重心可能微微跑掉 造成我們穩定器的RAW軸向失衡 這個時候只要進到我們的設定介面 快速的校正一下就可以繼續做拍攝了 另外我這邊有一支影片 要跟大家分享穩定器 最理想的馬達參數 會跟大家分享的這些參數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 我們穩定器出廠的預設值 通常都過於敏感 所以操作起來會比較不順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的影片過去看一看 第五個原因 易用性的設計 整體上穩定器有很多易用性的設計 首先就是三個軸向都可以個別鎖定 這樣子一來 大家就再也不用擔心 收納在攝影包的時候 會有軸臂晃動所造成的損傷 另外也因為這個設計 我們在平衡相機的重心的時候 變得更方便 我們可以個別調整 每一個軸臂的平衡 雖然說市面上各個品牌 都有陸陸續續的推出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但是據我所知 智雲是第一間公司 將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引入自家的穩定器 也因為這樣子 我對於他們家的穩定器更有信心 基本上就是這間公司 其實有不斷的在嘗試創新的設計 再來就是握把的設計 目前市面上 應該也只有智雲有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我自己使用下來 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除了可以非常方便的轉換拍攝姿態 也讓我們在運鏡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額外加裝握把 就可以非常穩定的雙手持運鏡 這一個設計 我印象中 也是在智雲的穩定器上 第一個看到 最後補充一個 不太算是這個穩定器的功能 但是相當適合為了穩定器 加購的配件 這個配件是智雲推出的 它叫做靈甲快拆座 它的用途是可以鎖在 穩定器握把的兩端 讓我們以快扣式的方式 將延伸的三角夾握把 更容易的去做拆裝 那麼基本上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這台穩定器 是旅遊創作者最理想的穩定器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按讚、訂閱或分享 那麼大家如果對於這台穩定器 或任何的穩定器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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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